平时在民俗节庆当中,很常看到碾灶、大行安跟北馆 而为了延续这些传统艺术,文化部特别委托了大二节文化基金会 办理了大二节王宫的艺术研究所 希望透过这个研习平台,达到传统艺术文化保存以及延续的目标 大二节王宫艺术研究所是由大二节文化基金会所策划的传统艺术研习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延续一般民众生活当中的传统艺术 并将它发扬光大 透过传续计划能够保存我们主线留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传统艺术 除了保存这些传统艺术的传续之外 我们是希望融入我们目前的一些生活美学的概念 将表演艺术、将视觉艺术跟听觉艺术 融入在我们传统艺术里面的一些展演 成为将来是可以被在舞台上欣赏的一个表演艺术 课程的内容包含有古艺、武术、官将手、大神汪、北馆 还有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的王公生仪式当中最抢眼的碾教 招生的课程大概可以分为六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北馆 第二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古艺 第三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台湾的武术 第四个就是二九王公民化相当有名的脸教 第五个就是我们传统艺术里面相当重要的大神汪 还有就是我们的观众性 我们总共有这六门的一些所谓的选修的课程 为了融入整个表演艺术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这一次也特别邀请目前进出在宜兰的无独有偶的剧团 他们来提供有关表演艺术的一些课程 还有就是我们预定在今年的年底将这一次的整个演习的一个成果 那在王公民化的庙城做一个成果的展演 此外为了让这些传统民俗融入表演艺术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专业老师来指导学员 并预定在年底举办成果展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